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會產生向心力 離心力 還有摩擦力 還有靜電力 還有磁力 大叔哥哥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不同的力 該不會今天就要來認識什麼力吧 是的 肌肉超大的健美先生 不見得力氣很大 肌肉很小的人 也不見得力氣很小 那要如何辨別力的大與小呢 可以透過相撲 拔河 還有讓東西變形 讓東西加速前進 讓東西停下來 停下來 對 大叔哥哥 你先停下來 因為你講了這麼多 我真的聽不懂耶 你可不可以用 簡單一點的方法來告訴我們呢 好 現在用這顆球來打個比喻 輕輕往下壓 跟用力的把球壓得扁扁的 你覺得力的大小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啊 大叔哥哥這麼用力壓 壓得這麼扁 當然會用比較多的力 那我再問問你 有踢過足球吧 有啊 有啊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們教練很厲害 他只要腳一踢 這個足球就會飛得又高 又遠 又快 那如果力氣比較小的小朋友 在踢球的時候 球就會慢慢的往前滾 這就表示小朋友的力氣比較小 那說到這邊 要跟大家介紹一位科學家喔 他叫做虎克 他有發明一個東西 可以測量力的大小 就是彈簧秤 彈簧秤 大叔哥哥 該不會我們今天就要用彈簧 來做什麼好玩的科學小遊戲吧 沒有錯 就是他 大叔哥哥 這個也太厲害了吧 他跳這麼高耶 厲害嗎 而且…你們看喔 它只有兩個塑膠板 還有一個橡皮筋 後面再貼上一段膠帶 沒想到可以產生這麼大的彈跳力耶 該不會 今天我們就要來認識的這個 就是彈簧吧 是的 馬上來教大家做這個 好玩有趣又簡單的跳跳板 看誰可以跳得越高 誰可以飛得越遠 好耶 士丁出任務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科學小遊戲 就是 馬上來做跳跳板囉 需要的材料與工具有 塑膠瓦韌板 美工刀 膠帶 橡皮筋 還有裝飾用的 油性奇異筆 準備好這些工具 先拿起塑膠瓦韌板 那如果家裡沒有塑膠瓦韌板 也可以準備像這種 舊紙箱的紙箱瓦韌板 但是呢 在使用瓦韌板的時候要注意喔 瓦韌板上面有紋路的方向 記得要用縱切的方式 也就是直線的方式 不然它會沒有支撐力 做好的跳跳板 就會像這個指向一樣 折壞囉 好 那大樹哥哥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要來畫 我們的設計圖 你剛剛有說 我們一個比跳高 一個比跳遠 那這樣子我們每個人都做兩個跳跳板 待會我們就來PK 好 馬上來動工囉 跳高的跳跳板呢 我覺得應該不可以太重 太重它就跳不起來嘛 那我就用這個 差不多是寬8公分 長10公分 待會一定可以跳很高 那大家也畫好設計圖了嗎 我也畫好設計圖囉 我的設計圖是這個樣子 比較小一點點 比較輕一點點 比跳高 重量要輕一點才可以飛得更高 我這個跳跳板應該可以很厲害 就把它從瓦韌板上面割下來 但是在使用刀片的時候 要注意安全 要有大人陪同喔 把它割下來 割好之後 不要忘記 這邊有四條線 大概是一公分的距離 也要記得把它割下去 因為這邊要把橡皮筋給裝進去喔 這兩半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接起來 有一個小小的 注意的地方要跟你們說 就是你們看 如果把它黏在一起 它等一下就翻不起來啦 所以我們要 會 會 留一點點縫隙 對齊中間 第一圈 再一圈 你們覺得兩圈夠嗎 三圈 非常的堅固 OK 這邊一定要固定好喔 不然跳跳板在跳的時候 可能會在空中解體喔 橡皮筋 把它放進剛剛割好的小孔裡面去 OK 橡皮筋裝進去之後呢 來拉拉看 可以耶 或者跳跳板這樣彈力應該OK 等一下可以跳很高喔 我們還有一個任務啊 我們要來做另外一個是 跳遠的 我要把它設計一個叫做 T形的形狀 它的底邊很長 所以呢 它一定很堅固 待會兒 絕對可以跳很遠 那我就做長一點的網刃板 相信大家做的跳跳板 應該也會很厲害喔 或者是我覺得大家也可以來猜一下 看到現在 就是誰的 跳得高跳得遠 發大 好華麗喔 而且其實蠻遠的耶 那不要跟在那裡喔 看到現在 就是誰的 跳得高跳得遠 小心啊 OK 來 大家看 我的T形出現啦 而且我發現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看是這樣子組合 還是這樣子組合都可以 但我剛剛有說我想要下盤堅固一點 所以呢 我要底部比較長的邊 它們互相對齊 那一樣跟剛剛一樣 中間要留一點點縫隙 來 我把它黏上去 剛剛的是三圈 對 是三圈 割開 看 兩層耶 就很堅固了 OK 這個兩層就可以了 好 凹一下 感覺它本身 就有一些彈力囉 好 再來 把橡皮筋裝進去 等一下 我的跳跳板子 放了一條橡皮筋 好像拉不開耶 大家是不是跟我跳跳板一樣 我剛剛做這麼長 結果橡皮筋拉不開的 把兩條 接在一起 裝在跳跳板上面 好 試一下它可不可以把它熬過去 可以 大叔哥哥 你是不是也完成了 完成了 好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 跳高跳遠的選手 介紹給大家吧 我要比賽跳高的是這個 小而輕巧 重量比較輕 應該可以飛得比較高 可以飛到那邊去吧 真的嗎 那換我介紹一下我的 我要派出這個黃色的來比跳高 因為呢 我把它的大小設計得剛剛好 相信呢 它一定可以跳得很高 準備好了 預備 發射 快… 你的有點慢耶 跳前 你的有點慢耶 跳前 這個位子滿高的喔 滿好超越的喔 那我來幫你量一下 滿好超越的 大概38 38 滿高的喔 滿高的嗎 我相信我可以超越你 來吧 好 我來幫你量 換我了 準備 太… 太這麼高 太… 太這麼高 這裡… 這裡 太高了 看到沒 比賽速哥哥還高 那我來幫我量 好 好 把它頂住 我來看一下喔 幾公分 這邊是… 110公分 我介紹大家 太高了吧 110耶 那比賽跳遠 剛剛櫻花姐姐跟大樹哥哥 已經先設計好跳台囉 像這樣子的跳台 像這樣的角度 待會兒呢 就從這個平面發射出去 大家在家裡也可以設計 屬於自己的跳台 跳遠比賽 開始 發射 發射 好華麗喔 而且其實滿遠的耶 這一次我不會輸了吧 我來幫你量量看 這邊你拉好 大概是147公分 這一場我應該是獲勝囉 來 加油囉 我會加油的相信 我的梯形應該可以跳很遠 好 你不要看在那裡喔 你不要看在那裡喔 看到了嗎 大樹哥哥幫我量一下 我會幫你量一下距離 櫻花姐姐的距離是 200多耶 看到了嗎 二連身 你真的很厲害耶 我想說我一個華麗轉身音 應該馬上就可以獲勝了吧 其實呢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 你等一下可以看看 我加了三條橡皮筋 那大家在家裡也可以試試看 用什麼樣形狀的跳跳板 還有多用幾條橡皮筋 是不是也可以飛得更高 飛得更遠喔 這個跳跳板真的很好玩耶 那大樹哥哥 這個跳跳板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 可以跳得高 飛得遠啊 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是橡皮筋的屬性 它是有彈力的 橡皮筋是由無數個橡膠分子組成的 他們手拉著手排成一個很長很長的隊伍 橡膠分子非常調皮 所以他們的隊伍是彎彎曲曲的 如果我們用力去拉橡皮筋 橡膠分子就會被拉成直線 他們的隊伍由原本的彎彎曲曲 變得規規矩矩 正是由於失去了自由 他們的隊伍就變長了 所以橡皮筋可以被我們拉得很長很長 然後橡膠分子 也像我們每一個小朋友一樣 在沒有人約束的情況下 會恢復頑皮的天性 所以橡膠分子 具有一種恢復原來形狀的力 這就是彈力 正是橡皮筋的彈力 才使橡皮筋伸縮自如 但有時候我們用力過度 會把橡皮筋拉斷了 這是因為有彈性的物體 都有一個彈性限度 超過了彈性限度 物體就不能恢復原來的形狀了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時時刻刻都可以看到橡皮筋 彈力的展現 只是大家都沒有仔細發現 櫻花姐姐你可以舉個例嗎 當然可以 像是我綁頭髮用的橡皮筋 運用彈力可以綁出妹妹的髮型 還有玩蛋弓的時候 也是運用到彈力喔 這一些都會使用到彈力 而且彈力還可以有像這樣子的表現喔 哇 這個也太神奇了吧 沒想到橡皮筋還可以這樣子玩耶 而且這個彈力真的很驚人耶 橡皮筋在受到力的作用之後 它可以改變成各種不同的形狀 而在受到力的作用之後 它可以被拉長 可以被扭轉 這兩種力分別就稱為 拉伸力以及扭轉力 那拉伸力跟扭轉力 還可以運用在哪些地方呢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破解 橡皮筋彈力的秘密 好 一起來破解任務囉 也太可愛了吧 兩個彈珠會這樣子旋轉 就像陀螺一樣耶 很漂亮的迴旋對不對 對 大樹哥哥 趕快來叫我們做吧 好 那現在就來教大家這台 拉伸力的動力車該怎麼做 那請櫻花姐姐告訴我們 要準備哪些材料呢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由 瓦刃紙紙板 還有四個寶特瓶瓶蓋 再來呢 三隻長的竹籤 還有正常大小的橡皮筋 另外我們還要再準備四個 這種比較小條的橡皮筋 這樣子材料就準備好囉 準備好材料之後 就把設計好的設計圖稿 畫在瓦刃紙板上面 這是我們設計出來的 動力車的尺寸大概是17公分 乘以10公分 那大家也可以設計 自己喜歡的尺寸喔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板喔 這邊有比較多的小方塊 待會兒要用刀片把它割下來 但在使用刀片的時候要小心 要有大人陪同這樣比較安全喔 中間這邊也要記得把它割下來 但是有一個要注意 這邊前面跟後面虛線的部分 不能割到 這邊是放車軸的地方 那再給大家看一下 車軸要畫在什麼位置喔 好 來看一下它的橫切面 下面有瓦刃紙孔 它會對著比較大的瓦刃紙孔 車軸就要從這個地方放進去 那這個把它割下來之後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像我現在尺寸畫好了 哇 上面好多線喔 很怕一不小心割錯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畫斜線 把要割掉的地方做記號 像是中間要割掉 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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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割掉 還有旁邊 這樣子做記號之後呢 相信一定不會割錯啦 好 那繼續教大家下一個步驟 準備好兩支竹籤 這兩支竹籤分別就是它們的車軸 從剛剛有說好的那個位置 比較大的瓦刃孔洞穿進去 這邊是後輪 那前輪的部分也把它穿進去 我們可以把它立起來 如果發現你的竹籤不能掉下來 表示待會兒車子在行進的時候 輪胎會沒有辦法轉動 那要怎麼做呢 可以先抓著竹籤 把它鬆動一下 左右搖晃一下 好 上面搖晃好了之後 下面的孔洞也把它搖晃一下 竹籤可以順利掉下來就OK了 另外一邊也一樣 再來做輪胎 準備好四顆輪胎 櫻花姐姐我來問妳一下喔 給妳問 妳知道為什麼東京有孔洞嗎 是不是它要把竹籤穿過去 當作車軸 沒有錯 車軸就是要從這個孔洞穿過去 好 那先把竹籤把它插進去 這樣 這邊是重點了 看一下我的輪胎 是不是有一點歪歪的 對耶 你的輪子很不平喔 輪子要跟竹籤乘90度角 好 為什麼要呈現90度角呢 因為車子在行進的時候 它有點歪七扭八的話 車子就沒有辦法直線前進 會往左偏或往右偏 那如果已經確定好角度 就用熱熔槍把它固定好 但在使用熱熔槍的時候 因為溫度比較高 要有大人陪同喔 這邊用好之後 先從前輪這邊 前輪這邊把它穿進來 穿進來之後呢 把第二顆輪胎給放進來 好 那這邊的角度 大家還記得要呈現幾度角呢 90度 沒錯 這邊也要90度角 也要呈現跟旁邊這邊 是平行的狀態喔 那車子的輪胎會不會動 很順耶 很順利 好 那這多餘的竹籤部分 就把它剪下來 固定好之後 角度也確定好之後 就用熱熔槍把它固定 那趁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調整一下角度 因為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下 角度就會變囉 就會歪掉 後輪做法跟前輪一樣 這個時候要準備 兩條橡皮筋 把這兩條橡皮筋連結在一起 像這樣子 好 車肘穿過去 到一半的位置的時候 用橡皮筋固定在竹籤上面 把它打一個結 套好結之後 就可以把竹籤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 第四顆輪胎也把它折上去 套進來對不對 是的 把它套進來 好 好 那在熱熔膠固定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一下 輪胎的角度要注意好 記得都是90度 最後這一根竹籤 要放在前輪後兩格的位置 差不多是這個位置 好 插進去的孔洞呢 跟剛剛一樣 瓦刃值孔比較大的那一格 把它穿過去 在放進去之前 要把橡皮筋固定在竹籤上 熱熔膠把它固定好 有準備一個比較小的橡皮筋 這個可以增加車子輪胎的摩擦力 車子在跑的時候 還可以跑得比較順利 把它這樣 裝上去 撐開來裝上去 裝好之後 待會兒再跟大家一起來試車 我怎麼記得 你一開始還有說一個扭轉力 在製作扭轉力動力車之前 先給大家看一個扭轉力的裝置 好 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我的手上有兩顆彈珠 中間接著兩條橡皮筋 現在我分別把兩邊的彈珠 往反方向轉 大家看好會發生什麼事喔 哇 也太可愛了吧 兩個彈珠會這樣子旋轉 就像陀螺一樣耶 很漂亮的迴旋對不對 對 那理解這個扭轉力裝置之後 就一起來做扭轉力的動力車吧 準備囉 數到三 跑走了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橡皮筋運用 扭轉力動力車製作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肥皂盒 再來我們要準備五根吸管 可是要注意喔 五根吸管裡面要有兩根 是比較粗一點點的 那再來 因為車子有輪子 所以我們要準備四個保特瓶瓶蓋 而且要在中心點的位置 鑽一個洞 再來還有幾個比較小的 像是這個 小珠子 還有 回紋針 還有一小段的釣魚線 最後最後就是我們的靈魂人物 我們的橡皮筋 好啦 那這樣子材料都準備好了 就可以開始做囉 第一個步驟 拿起肥皂盒還有粗吸管 粗吸管的長度 要跟肥皂盒的寬度一樣喔 好 這邊請大家先把粗吸管先剪好 接著 細的吸管是車軸 它要穿進去粗的吸管裡面 所以呢 比較細的吸管 長度要比較長 因為兩端要裝上輪胎 那先把前輪跟後輪先做好吧 先拿起這個瓶蓋 從中間的孔洞穿過去 像這樣 這邊瓶蓋跟吸管要呈現幾度角呢 90度 沒錯 就是90度 就用熱熔膠把它固定一下 那在使用熱熔膠的時候一樣 因為溫度比較高 所以要有大人陪同比較安全喔 先把粗吸管套進去 再把另外一端的輪胎 也把它組合上去 兩個輪子要平行 而且它跟這個軸心輪軸要垂直 對 垂直之後 車子在行進 才會呈現直線的喔 再來做第二組的輪胎 把細的吸管套進去輪胎裡面 但是先不要用熱熔膠喔 先不要黏 因為這邊要裝上另外一個裝置 但是這個粗的吸管總要先放進去了吧 來 是的 粗吸管要先套進去喔 這樣子 套進去 好 套進去之後 另外一邊的輪胎也把它套上去 做好這組輪胎之後 兩邊都先不要用熱熔膠喔 兩邊都先不黏 是的 拿起一條橡皮筋 先在上面別上一個回紋針 回紋針穿好以後 再拿起釣魚線 從橡皮筋的這一頭穿過去 就會變成像這樣的狀態囉 釣魚線 橡皮筋 上面掛著一個回紋針 因為釣魚線的線比較細 就可以從比較細的吸管中間 穿過去 真的耶 這樣子就容易多了 釣魚線穿出來了 來 釣魚線 連同橡皮筋整條拉過來 好 把它卡住 好 卡住之後呢 剛剛是不是有請大家 準備一顆小豬豬 對 小豬豬 從釣魚線中間穿過去 這樣穿過去 好了 再來要請大家 花比較大一點的力氣囉 把橡皮筋拉出來 好 那我們可以先用 手指頭把它卡在這邊 我把它固定住 對 固定好之後 剛剛準備一根吸管 把它放到手指頭剛剛的位置 穿過去 像這樣子 釣魚線 就可以抽出來了 因為剛剛我們都沒有好好 固定一下輪胎 現在就可以用熱熔膠把它固定好 那前面這個回紋針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超出了這個輪胎位置 會卡住對不對 在轉動的時候 對 那就花一點力氣 讓它變小一點 凹它一下 只要它不會超出這個圓形的外面 就不會影響車子前進囉 那我們就把它黏上去吧 好 大家看一下這根吸管 就是這台車的八條 可以發動它的扭轉力 讓車子可以往前進 那這顆珠子呢 就是擔心這個發條跟輪胎會撞在一起 車子就沒有辦法順利的往前跑囉 不要把旁邊的大吸管也黏住了 所以它就可以順利的轉動 那現在熱熔膠固定的差不多 就把粗吸管跟香噪盒組合在一起囉 但是要注意喔 只能黏粗吸管喔 細的吸管不能黏上去喔 不然車子就真的會跑不起來囉 就跑 等熱熔膠都乾了之後 就來增加輪胎的摩擦力 用這種比較小條的橡皮筋 套在輪胎上面就可以囉 就跟我們前面的方式是一樣的 是的 這樣子 車子才可以跑得更順利 好 扭轉力的動力車 就大功告成囉 好可愛呀 那現在就來比賽看看 是拉升力的動力車跑得比較快 還是扭轉力的跑得比較快呢 各位 預備 發射 Go 發射 Go 大叔哥哥 你是輸在起跑線了 不過我們還有第二回合 就位 拜拜 出發 Go 出發 Go 回來 兩位 兩位怎麼都往那邊走了 我的遮遮要去哪裡 看來我們輪胎還要好好調整一下了 為什麼你的動力車會跑得這麼不順又不止呢 因為你的輪胎都沒有校正好啊 等一下調整一下 就可以跑得又快又順囉 那大家對於拉升力以及扭轉力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拉升力跟扭轉力呢 就是我們對橡皮筋施餘不同的外力 那這個動力會先儲存起來 當外力釋放的時候 橡皮筋的彈力也會跟著釋放出來 雖然我們今天拉升力的動力車 表現不佳 大家在家裡也可以想想看 用什麼方法 才可以讓你的動力車跑得又快又順喔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想一想 橡皮筋的彈力 還可以運用在生活中的哪些地方 我們今天任務挑戰成功 那我們要不要再挑戰一下跳跳板 好呀 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做出一個 跳出最高紀錄的跳跳板 肯定是沒問題的 GO 跳跳板大考驗 合力挑戰製作出大型跳跳板 並彈跳成功 那就趕快來做吧 好 膠帶還有它的距離很重要 等等等等 我還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跳跳板 它不是會這樣翻過來嗎 可是你看 這裡角度這麼銳利 它是90度的 在翻過來的時候 搞不好會卡住 會影響到我們跳跳板飛不起來 好 那現在先來畫設計圖 等一下要怎麼割 我覺得呢 我們要再靠點增加上一點點的幅度 那另外一個板一樣 好 一樣 OK 那我們就一人不得一塊囉 好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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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破天際 哎 兩邊的彈力好像差不多 那我們 是非呢 Go 見證奇蹟的時候到了 我們準備衝破天際 沒錯 很弱的是你 我來抵住 幫你抵住 這個真的很緊耶 好 好 快 一彎 謝謝 小心一點 這個東西 妳覺得它等一下會飛多高 我覺得當然衝破天際 那個上面的燈 小心喔 要上穩囉 準備囉 數到三 跑走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雖然它真的沒有 我們想像中的高 大概到這邊 大聲音 很大聲 透過今天這麼多 有趣的實驗 還有好玩的玩具 有沒有對於彈力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而且我們只要用心的觀察 你會發現生活中很多事情 都跟科學有關 進一步的去了解 你會發現都非常的有趣喔 那史丁出任務 下一次要教大家做什麼 好玩的玩具 還有有趣的實驗呢 史丁出任務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對啦 一向往往中間折進來 好 這一次應該可以跳超級高的 來試試看就知道 Go 趕快跑喔 一 二 三 Q 一 二 三 有比較高了 成功 成功 然奇緯爆製了 我們再挑戰 可不可以更高 可以更高 好